美国银行接连爆雷 恐惧蔓延追求避险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背后的起因、相似的案例 以及后续的影响 大家好 欢迎收看ACY证券经济市场分析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Peter 硅谷银行闪电般的破产 引爆了整个美国银行业 接连有地区的银行遭到储户的挤兑 银行板块连日的崩盘 全球的指数也是进一步下跌 粉刺的是 这场分布的主节硅谷银行 上周二还在推特上发文称 其连续五年登上了福布斯 美国最佳银行的榜单 而仅仅三天后便宣布了破产清算 为何这场金融的风暴来得如此猛烈 难道没有人事先知晓吗 不少分析师认为 硅谷事件的主因是美联储的加息 的确 由于全球多数银行的资产配置 主要集中在投资级的债券上 在加息的周期当中 债券的公允价值迅速的贬值 远低于其账面的价值 与此同时 加息导致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普遍提高 存贷的利差迅速收窄 尤其是那些非房贷类的银行 竞争压力陡然倍增 利率的支出不断上升 然而这两个风险 在当下的银行业普遍的存在 利空的消息早已被市场知晓 而引发这次危机的关键 在于恐慌情绪的集中爆发 由头可见 美国的利率远期和隔夜掉期的利差 上周开始飙升 这个利差体现的是交易员 对于银行系统性违约风险的压注 可见市场恐慌情绪是瞬间爆发的 这是因为支撑整个金融市场的是投资者的信心 所谓千里之低溃于乙穴 这次低风险银行的破产风波 便是引发市场心理防线溃低的那只蚂蚁 目前风险资产市场的情绪面压力极为的强势 需要外力来阻止恐慌的蔓延 如果要找一个个例 类比当前的美国银行危机 可以考虑中国恒大地产的危机 2016年国内收紧地产投资的政策 融资的环境恶化 地产市场陷入停滞 大量的地产项目停工 仅2020年一年就有400多家中小型的房企 面临破产的风波 2021年恒大债务爆雷 拖累了多家知名房企进入破产流程 并间接冲击到上下游产业和整个金融市场 令中国的股市陷入一年多的低迷期 如果美国任由银行破产风波如此的蔓延 那么漫长的经济衰退周期便近在眼前 不过有了08年危机的前车之见 美联储和财政部这次的行动非常的迅速 政策上也是三管齐下 要知道银行的股东和储户 目前是命运的共同体 一融俱融一损俱损 政策上需要两边都照顾到 因此在针对已经破产的银行上 美联储一边保证储户能够支取所有的存款 一方面在帮助股东寻找接盘的卖家 还推出了新的工具为银行提供债券面值的贷款 为遭受到几岁银行提供更多的现金流 考虑到破产银行的业务还没有蔓延到住房贷款上 目前的美国银行业还远没有到达08年危机那样的脆弱 资产市场的抛售也仅是在短线的情绪面上 然而这并不代表当下的危机已经解除 美联储只是将银行已经发生的流动性问题 暂时转移到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而这会让美联储再度回到扩表的阶段 加息的路径也会更为狭窄 稍有不慎便会出现通胀死灰富人 或者是经济全面崩溃的危机 而对于交易者来说 不管出现哪种情况都对于黄金价格有所利好 因此交易策略应该关注金价的回调看涨机会 从黄金四小时出来看 金价近日的单变大涨几乎没有发生回调 今晚的美国通证数据将决定金价回调的幅度 如果核心CPI低于5.4% 则金价将进一步受到利好 交易策略可以配合五周期均线 1900关口顺势单边看涨 指引的信号主要关注九转指标数字13 如果核心CPI高于5.6% 则金价将快速回调 限价下方的多单入场 则需要关注费布那契回调线 1875和1850的支撑 尤其是1850关口 更是长期底部的仅限 有长期限入场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关注数据 英国方面有两月份失业率 美国方面则有两月份小型企业信息指数 以及核心CPI年率 此外 OPEC组织将于今日发表原油市场阅读报告 需要重点关注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